武汉三月份,大汉阳区域三环外四环内个楼盘房价变化,总价一百万起如何选房? 该区域一共有三个板块,黄金口板块,太子湖板块,以及转口板块。 首先看一下热度比较高的转口板块,该板块价格最高的楼盘是招商未来中心。 该楼盘在京开区的地段和配套都是非常不错的,楼盘体量也很大。 楼盘的品质以及户型等都很不错,单价在一万六左右,适合预算比较高的客户。 其次是靠近后关湖的三个楼盘,湘兰公馆、湘越州以及双宇大关。 这三个楼盘当中,湘兰公馆是现房,价格比较坚挺,一直保持在一万四左右。 该楼盘对应的学校是很不错的,但是户型面积稍微有点大,最小111平的三房,总价150万起,对于考虑现房以及不错学校的客户可以选择。 另外两个楼盘,湘越州和双宇大关则比较靠近后关湖,离地铁距离比较远。 这两个楼盘附近的学校都一般,追求居住环境的客户可以考虑。 这两个楼盘单价在一万二起。 接下来,重点看一下转口板块靠近万家湖区域的几个楼盘。 第一个,德信江城。 该楼盘离地铁比较近,大概500米距离。 楼盘最大的优势是高楼层可以看江,应该说是四环内可以看江楼盘当中,性价比最高的楼盘。 当然,该楼盘也有缺点,比如离学校比较远,周边还有汉阳造纸厂等待拆迁。 相信过几年该区域会更好。 第二个,越想湖景。 该楼盘从开盘到现在,价格一直很稳定,一直在10500到11000左右。 楼盘户型比较多,但是目前小户型房源并不多。 近期销售的一般般。 第三个,车都外校城。 该楼盘紧邻学校和汤湖公园,楼盘户型设计,以及位置还是很不错的。 单价一万起,其性价比很高。 缺点就是该楼盘周边有一部分环建房,影响了楼盘周边整体的城市面貌。 第四个,汤湖关注。 该楼盘是县房,户型面积比较大,最小113平,单价在12000左右。 从总价来看,该楼盘是该区域总价最高的楼盘,性价比不高。 当然,假如一定要考虑县县房的话,可以关注一下。 万家湖区域目前只有德信江城和港湾江城两个楼盘比较靠近地铁,后者目前所剩房源并不多。 该区域目前的配套并不好,周边老破晓也比较多,还是需要一些时间,等待城市面貌的升级。 接下来,看一下靠近三环线的太子湖板块。 该板块的宇州朗亭原住地段还是很不错的,紧邻地铁和经开永望。 目前价格也回调到了15800左右,该楼盘之前停工了一段时间,楼盘整体评价一般般。 接着,紧邻三环边的经地长江戌,目前在售沿江的房源。 单价在14500左右,面积比较大,最小125平。 该楼盘的周边有一些不利因素,比如后期规划了西五高铁经过小区北面。 同时,小区的西侧也有铁路线经过。 另外,该板块价格最高的楼盘云七湖岸,单价在21000左右。 小区沿湖而见,周边自然景观很不错。 不过该楼盘价格确实有点高,已经超过了汉阳三环内大多数楼盘价格,性价比并不高。 接下来,我们看一下黄金口板块。 该板块金帝国际城属于菜店区,万科金玉光年和天创黄金时代属于汉阳区。 该板块是由菜店区、汉阳区和京开区共同组成的板块。 三月份销售最好的楼盘,是万科金玉光年。 该楼盘三月份的价格,从之前的13500,调整到了12500左右。 含金装并且还送车位,整体性价比还可以。 第二个楼盘,天创黄金时代。 该楼盘最大的优势是小区规划的不错,容积率比较低,有不少总高11层的小高层。 户型上,该楼盘设计的也不错,采光面很足。 当然,不仅仅是户型。 该楼盘几乎所有的高层住宅采光都很不错。 该楼盘的缺点是周边的配套有点差,离地铁口比较远,大概一公里的距离。 第三个楼盘,金帝国际城。 该楼盘目前主要在售总高11层的小高层,单价在12000左右。 与之前单价8500的高层相比,总价高了不少,当然产品也不一样了,目前销售的一般般。 黄金口板块目前整体的配套并不好,板块最大的优势是离汉阳中心区域比较近,地铁四站路就到。 综上,总价100万在大汉阳片区,还是有一些不错的楼盘,不论是楼盘品质还是户型都是不错的。 不过,目前很多楼盘周边的配套确实很不好,对于着急入住的客户来说,并不是很好的选择。 最后,三月份买房,关注武汉勇哥选房。需要三月份最新楼盘价格地图和楼盘详细资料,可以私信我。 武汉勇哥选房,专注做好一件事,为你选好房。 武汉勇哥选择地图和楼盘价格地图。